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凯琳和Gigi 严明熙 今天以升级健康大使身份出席活动 两人即场示范焗意粉和炒滑蛋 Grace的厨艺更受到大家一致好评 已经是三个小朋友妈妈的她 都说自己平时特别注重食物的美味和健康 我知道你的小朋友应该很喜欢吃肉 吃小朋友应该很确定吃蔬菜 其实我两个小朋友最喜欢吃蛋 所以刚才炒滑蛋我都在研究怎样做 因为他们很喜欢吃鸡蛋 因为很滑口吃下去又很香 有时那些肉其实炎银都不吃 所以经常都要想一些方法 所以我觉得新猪肉的好处 就是它又有肉的味道 但其实它有酥 但咬下去其实很软 很容易消化 但你平时自己会不会说 很肚饿了 家里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你会煮什么 我有尝试过煮蛋 就像刚刚炒蛋、煎蛋 那些我都有试过 我也是和Grace小朋友一样 这么喜欢 蒸蛋、烧蛋 这么喜欢吃鸡蛋 也有 但其实蛋真的很难煮 或者是那些烧菜 自己煮个饭 也有尝试过 但你说加很多料 我真的没有尝试过 旅行 他们已经预计好行程了 我们就会准备6月中出发 我们有打算去动物园玩 或者去游乐场 那些 或者是有些手工制的地方 我们都有打算去 但是我就说为何去台湾 其实我们打算选重庆和台湾 但是我们抽签 因为我们不知道去哪里好 那我们就抽签 最终就抽到台湾 还有我希望可以彌补 彌补 彌补过往 就是因为我之前和家人去台湾 但是那时候我很小 就不知道为什么 一落到机就心情很烦躁 或者是没了那些心情去玩 所以我希望今次是可以彌补过往 希望自己好好珍惜